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在送之前要先听听看 这个网路上面也没有人在送 就是做这个carrier sense 那如果是idol就送上去 送上去的时候呢 说是要继续听 有没有人跟他collision 那如果sense是beasy的话 他就一直等 一直等说这个channel变成idol 因为信号送完之后 拨包送完以后信号会过去了 然后他就可以再送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个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没有发生collision的话 那这个封包就算成功的送出去了 那问题是如果发生collision 那我们说他会把 正在送的这个封包 就把它停掉 因为collision之后 这个封包基本上就没有效了 把它停止之后呢 会送一个叫做jam的signal jam的signal我们上次有提到 它是一个48个bit的pattern 一个特殊的pattern 就等于说让他撞得更严重一点 让所有其他的node都知道说 这是个collision 所以不要误判 就不要误判的意思了 这个是他的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就提到说 那你发生collision之后 这封包就算失败 那失败的封包当然就没有用 所以停掉 停掉了嘛 停掉之后 那这个网络卡就进入到 我们叫exponential backup exponential backup 就是说我晚一点会再来 再try一次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 这个try一次的演算法是什么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的goal就是说 希望在retransmission的时候 可以来避开连续的冲撞 那尤其是 尤其在heavy load的时候 因为你比如说你load越重 就代表说collision的机会越大 那collision的机会越大 就代表我们random weight 可能会要等长一点 因为等久一点 因为如果说马上就重传的话 可能就会发生再撞一次 所以我们的演算法就在下面这个地方 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假设我们是第一次collision 第一次collision不代表 不知道说这个网络是不是很拥挤 所以我们就选一个k值 k就是0跟1 然后我们delay就是k乘上510 所以bit time bit time bit time就是送一个bit要花的时间 bit time 这个一个bit time的定义 bit time就是送一个bit 要花多少时间 那这个跟网络的速度有关 比如说我们网络如果是10Mbps 就是1秒钟10的七次方的bit 10Mbps就是10的七次方的bit 所以一个bit的时间就是10的七次方分之1秒 10的七次方分之1秒 就是0.1microsecond 就可以送一个bit的时间的宽度 就0.1microsecond 那我们单位是512bit time 512bit 因为在ether内里面最短的风包的长度是512bit ether内里面最短的风包是512bit 就是64个by 所以我们的单位就是512bit 然后给一个k值 就是我们一开始第一次冲转的时候 我们k就在0跟1这边挑一个random number 你挑到0 就代表说你没有等立刻送上去 你挑到1 就等512bit time 512bit time 一个bit time是跟你的网络的速度有关 然后讲10Mbps是0.1microsecond 你如果是100Mbps的811升率 就0.1microsecond 0.01 那如果你是Gigabit 那就0.01microsecond 这个是跟bit time 是跟我们的网络速度有关 所以我们在乘的时候 是乘512bit time 然后取一个k值 这是第一次collision 那你不管你挑到0或挑到1 挑到0就是等于说不等 就立刻再送一次 挑到1就等512bit time 之后再来 那所谓的再来的时候 不是立刻送上去 是再来听一次 要做carrier sense 对不起我刚刚讲 讲错了 就是说不管是0或1 反正你这个时间一到 都要做carrier sense 因为它是叫CSMA 在送之前一定要先听就对了 在送之前一定要先听 idol你就送出去 busy你就等 就等到idol 然后送上去 好 那是第一次collision 那不管你挑的时间 是这个还是这个 那如果你回到carrier sense 发现是idol 你就送出去 但是你送出去之后 那又有可能发生第二次collision 这个有时候很难讲 就是跟你collision的人 可能在这一次不是跟他collision 可是有可能有新的人进来 就是说因为网路上面 随时都有电脑 有电脑 有资料要送的话 所以有可能发生第二次collision 也就是如果第二次collision的话 我们要选择的k就变成0123 就是第一次0123 那3是一个 这边是random 就乱数挑一个值 这个值要乘上514的biton 所以你可能挑到3 所以你要等3乘上514的biton 的意思 这是第二次collision 然后就这样连续的意思 如果你第一次collision 第二次collision 就进到第三次 第三次这个就变成0123 567 就是2的三次方减1 第四次就2的四次方减1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 一直到第十次 第十次的时候 连续十次collision的时候 你要挑的就是0123 到1023 就2的十次方减1 2的十次方减1 2的十次方减1 稍微等一下 直接开就可以了 确定有开 确定有开 好 那个encoder encoder刚刚没开 所以没有录 这有一段空白了 好 也就是说 经过十次collision的话 我们的k的选择 就变成2的k次方 就2的十次方 就是减1 然后1023 这样挑 也就是说 这个就刚刚提到 就是heavy load的话 我们的random wet time 就会比较久 就像这个就是 你为什么会 会联系撞那么多次 就是因为网路很拥挤 网路越拥挤的话 你冲撞的次数会越多 那冲撞次数越多 我们在random挑 那个等待的时间 就越久 就越久的意思 那最多 就是说连续撞16次 这没有特别写 就是我们csmmc里面 就是连续撞16次 这个它就放弃送了 因为这代表 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连续16次送出去 都跟人家collision 这网路大概已经送不出去了 所以暂时就不送 但是呢 等的时间最多等到1023 random挑 就是我们这边是10次 但是11 12 13 14 15 16 我们这个k值还是在这边选 因为1023乘上500sb 它已经很长了 我们不要再2048 什么4096 再高就没有 就等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所以我们叫做exponential backoff exponential backoff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是指数的成长 就是第一次挑2的一次方 2次方 2的三次方 1到2的十次方 这地方是2的十次方 等待的时间的乱数挑选 所以这个叫做exponential backoff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演算法的efficiency是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CSMA 或者是所谓的Aroha slotted Aloha 尤其是slotted Aloha是0.37 那Pure Aloha是0.18 那我们假设说 以这个CSMA CD的Protocol 来分析的话 我们定义两个 一个是propagation 就是maximal propagation delay between two nodes in length 就是这个网路上面 最长的两个node的 最远的两个node 这个propagation time 这个叫做t propagate 另外一个叫做transmission 就是送一个最大size的封包 的花的时间 最大size的封包 这个封包最大是 因为Ethernet最大是1518個by 1518个by 乘上8 12000多个bit 那这个时间多少时间 要看刚刚讲这个网路的速度 比如说我们网路是10Mbps 10Mbps 所以你现在封包 假设常是12000个bit 12000在上面 然后下面是10的7次方 就是你的时间 送一个最大的封包 所要花的时间 是这个transmission time Transmission Transmit的一个maximal size frame 所要花的时间 这个等于它的size 除以transmission speed 10Mbps 或者100Mbps 100Mbps的话 时间就是1分之1 然后它的efficiency 有人去经过推导 我们这边就不管它推导的过程了 就是1加上5倍 乘上t propagation over t transmission 然后分之1 这是他们论文 正式把它推导出来 它的efficiency 这样子 那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你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efficiency 我们讲goes to 1 1就是最好 刚刚讲 pure aloha 在0.18 0.18 那我们有机会到1 代表说这个效率非常好 但是呢 是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 你要这个要变成1的话 1的就是说这一项变成0 或者这一项变成无限大 就等于让后面这一项变成0 后面右边这一项变成0 那变成0 要么就propagation 是等于0 propagation变成0 代表说这网路非常的短 propagation delay 就是网路最长的两端 从一边送到一边 那这propagation的速度 就是电子的速度 2乘10的8公尺每秒 所以你只要有距离就有时间 就delay的时间 所以要么就是propagation接近于0 要么就是transmission接近无限大 当然这都是 都不是 都不是 因为这个都有实际的数字在那边 所以 所以不过整体来看 大概是70几 70几 按照真正的网路来看 这个efficiency大概大概70几左右 70几也算是不错 好 那我们说 在performance来讲的话 比Aloha 还好一点 也比较简单 因为它这个CSMACD也蛮简单的 也比较便宜 而且它是decentralized 分散式 所以Ethernet CSMACD是非常非常的 算是全世界部件最多的 这个有限的网路 好 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 802.3 它就是802.3的标准 Ethernet的标准 那我们来看标准定义的link layer 跟physical layer 就是我们五层的架构里面 link layer 就是这个 这就是CSMACD 在这里 CSMACD 一般我就是link layer 里面的MAC protocol 就media assist control 就是CSMAC在这里 然后它下面呢 因为可以支援不同的媒介 所以有不同的physical physical就是说 你真正送信号的那个媒介是什么 你可以有光纤 可以有同轴电纜 所以它有不同的标准 而且不同的速度 像这个 这所谓的corper 是一个膨线的 用双角线 twist pair 的physical layer 像他们都有给它一个 专有的编号 像100Base TX 100就是它的速度 就100Mbps Base Band Base Band 就是只有一个band 就是只有一个频道 那TX 这个TX X就是叫twist pair的意思 双角线 那这个也是 这是100Base T2 就是100Base 一样 100Mbps Base Band T2 就是用两对的双角线 然后这个是T4 用四对的双角线 twist pair 4 pair 就是四对 这是两对 那这边是光纤的部分 这个FY F代表Fiber 这是Fiber Fiber Fiber本身有分 所谓的 所谓的long wave 跟short wave 就是有长波跟短波的光 光本身有波长 波长比较长 或波长比较短 有不同的 那这边都是100Mbps 100Mbps 就是哪一种Fisical的界面 不管是光纤 双角线 它上面的Portacle 都一样 都一样 它的不同的速度 比如说有2Mbps的Ethernet 10Mbps 就是早期 100Mbps就FastEthernet 就像我们现在大楼里面 大概是100Mbps 那Gigabit 一般我们校园网络是Gigabit 那现在10G就是校园接到整个它内 是10G的 10G的网络 所以现在是 等于说 其实Ethernet 有非常多不同的速度 但是它们的Portacle都一样 就是都一样 都跑些什么CD 虽然不同的速度 可是都是跑一样的Portacle 只是速度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差在 差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对不起 不同的Big Time 就是10Mbps 100Mbps 1G 10G 就差在这个地方 就传送的速度快慢而已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 也蛮有名的 叫做Manchester Encoding Manchester Encoding Manchester Encoding 就是说我们在Ethernet 上面所送的这个讯号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Ethernet的Cable 那我们在上面送010101 因为它都是0101 那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 因为Ethernet最长的风包是1518个by 1518个by 你乘上8个bit 就12000多个bit 12000多个bit 12000多个bit 在网路上面送的时候 它可能是全部都是0 可能全部都是1 全部都是0 或全部都是1 这有可能 那如果我们一般的 这个我们叫做Binary Encoding 就是我们用高低电位 分别代表1或0 因为我们在这个Cable上面送的讯号 就是数位讯号 就是010101 这样子 就是一个by 一个by 接上去一个接一个 直接送 那万一我们这个Data 全部都是0 那就可能全部都是low 或全部都是1 那全部都是high 可能就是几千个都是low 几千个都是high 那这样我们在收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收的时候 会跑一个clock 这clock 就希望在这个bit的中间 每一个bit的中间去量它的电位 高的话 我们就 这就是1 这个地方是low 就是0 就是我们真的在收的时候 也是有个clock 那每个clock 一个一个 在这个中间去 我们叫sample去取样 低的 低的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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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 这样子抓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 那收的clock 跟送的clock 这就是bit time 就是一个bit的时间 所以这个要很准 要很准 因为如果你稍微有偏差的话 就是你一开始在中间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有差一点 往右偏 那越往越来越偏 越来越偏 越来越偏 你可能就差一个bit 就抓错了 data就错掉了 所以我们之前有说 为什么 在依色内的这个 这个preamble 我们上次提到 preamble本身 它是这个 7个byte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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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byte 所以7 8 56 56个bit 加上这边还有6个bit 所以将近60几个bit 的101010 那1010就是clock 就是clock 因为它就是一个方波 一个方波这样子 那就是给receiver receiver看到 从这边开始看 就讯号从这边开始出来 就是高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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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给receiver做clock的校正 校正 这个高低就是传ceiver 就是送的人 就是送的这一方的这个速度 那收的就跟它做同步校正 那这边就开始抓data 那这边抓data 就是在一个bit time的中间 取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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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就开始做sample 还是做sample的意思 好回到这一来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data 全部都是1 或全部都是0 连续的 那我在这取样的时候 有可能会 会不准 那因此呢 我们一般就有一个技巧 就叫做encoding encoding就是说我在送data的时候 这是纯data 你看这就是data 它没有clock的讯号在里面 所以encoding的目的 就是说希望把data跟clock合在一起 然后送给对方 那对方可以在这个 收到的这个讯号里面 把clock抓出来 那用它来取data 你看这个地方如果说送这种 我如果从这边开始送 送12000个bit的1 你怎么知道是12000还是1201 有时候不好抓 因为全部都是1 但是我们如果送的是这样子 你看这上面 几乎每一个bit都有在变化 它一样代表这个data 但是每一个bit都有在变化 这就是clock 因为它把clock 喊进去 所以这个叫做encoding的技巧 就是把clock跟data 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 可以allow clocks in sending 跟receiving the nodes to synchronize 算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来看 那什么叫做munchest encoding 这是非常有名的 曼切斯特编码 它的编码就是说 比如说 如果你的data是1 的话 它在一个bit的中间 一个bit的中间 它强迫让它有高电位 变低电位 high to low high to low 就是1 0的话就是low to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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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话 high to low high to low 就是每一个bit的中间 每一个bit的中间 都有信号的变化 要么高变低 要么低变高 所以你看 如果你全部都是1的话 它会是这样的 这样的波 刚好就是一个方波 全部都是1 全部都是0 像这个0比较多的 你看它也是 就是一个方波 就是它把clock跟data 就整合在一起了 就送给对方 那这样就不怕 你的data全部都是0 或者全部都是1 你全部都是0 我也是方波 你全部都是1 我也是方波 那你1跟你混在一起的 那就是最多只是 我讲这个宽度 就是一个bit time的宽度 那一定就会变化 一定就会变化 所以它一定会把clock带进去 那这就是Ethernet所采用的连算法 就是叫Manchess Encoding 很简单 它的coding就是 如果是1的话 就在一个bit的中间 它要由高电位变低电位 那如果是0的话 在一个bit的中间 由低电位变高电位 就这样子 它的coding的原则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这样coding encoding出来的效果就很好 就是它一定把clock跟data 就混在一起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link layer的switch 这个交换机出来了 switch本身也是现在我们网路上面 用的最多的设备 link layer的switch layer2 一般叫layer2的switch 好 那layer2的switch 我们讲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个叫做hub hub的这个东西 hub本身 我们叫做physical layer repeater physical layer physical layer 因为都谈到都是讯号 都是讯号 就是你送这个讯号而已 所以hub本身 你看它也是已经接成一个这样盒子的架构了 那因为早期的ethernet 它是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bus 大家就接这个bus 那bus本身第一个不好管理 拉线要不好拉 所以后来都拉成一个像这种bus 一个一个所谓的盒子这样子 然后很多接口 那你就把线插上去插上去插上去就可以了 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它这个也有很多接口 不过这个hub里面 它没有特别的晶片 没有特别的晶片 没有特别的线路 有点像只是把他们的讯号全部接在一起 全部接在一起 就把它接在一起 把它当成是一个 正好一个bit进来 它就往旁边出去 它只是 但是这个一般只是为了在布线的时候比较方便 因为它等于说 有一个hub把大家都收集起来 线都收到这里了 就是收线盒 但是里面其实是很简单 就是任何信号进来的时候 它不做处理 它就直接把它从这边放出去 顶多把信号放大 顶多是做一个信号的放大 但是信号不被改变 直接就送出去 所以我们叫做repeater 放大器 physical layer repeater就是说 讯号不做任何的处理 就是当有bit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从所有其他的link 把它直接把它丢出去 所以任何讯号进来就到其他的地方 任何讯号进来就到其他的地方 一进就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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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buzz 如果你要真的要看 就相当于把这所有的线 通通就是直接接在一起的意思 我们说所有node 连到这个hub 可以 会造成所谓的collision 你看任何两个node一传送 它的讯号送出来 它的讯号送出来 因为它会送给它 它会送给它 所以它已经在什么地方 会撞在一起 所以这个hub的特色就是说 任何两个node 或两个以上的node 同时传送的话 它一样会collision 所以它相当于还是一个buzz 还是一个buzz 就两个以上往上送的话 它还是造成collision 这是hub 然后它没有做frame的buffing 就是这个frame送出来的时候 就直接过去 直接过去 在这里面没有把它buff了起来 那为什么谈这件 因为switch会做 switch会做 而且它也没有CSMACD 这个protocol在这里 因为它这里面根本就没有 没有处理这个风包了 它只处理那个讯号 只处理signal 就是讯号进来的时候 把它送出去 顶多做个放大 但是不去看那个风包的 这个所以没有 没有做frame的buffer 没有做CSMACD的protocol 所以这两点注意 hub是没有 但是我们就是要介绍相对的switch 它就有了 我们讲 switch本身是link layer的device 我们在谈什么layer的device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像前面这个 我们叫做physical layer的device physical layer 就是它只处理讯号 只处理讯号 比如说放大 那link layer 它就是处理link layer的header 就是要处理到mac address 处理mac address 那nameware layer 就第三层 就处理IP address 就是说这个设备要去看IP 来做下一步的动作 像内容 layer就是router 那router会看destination的IP做routing 那link layer就要看mac address 要看那个网路卡的48个bit 先看这48个bit 来决定这个风包要往哪里去 那既然它要看48个bit的address 所以这个讯号不能进来就流出去 它一定要把它存起来 先把它收起来 然后再来处理 所以它为了要收起来 所以它就一定要有CSMACD的这个 这个protocol 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看 下面 对不起 像这个switch 它这个每一个po 都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mac在这里 这个网卡有一个mac 这网卡有一个mac mac mac 这里有六个po 它就有六个mac 等于说这里也有一个mac 一个mac 每一个po 都有一个mac 但这个mac真正实做的事 是通通放在一个晶片里面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里面 看有几个po 它就几个mac 通通做在一起 那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24 24个po 然后加两个gigapo 24个1100 然后加两个gigapo 或者24加4 所以通常技术都已经做到 好几十个mac 在一个单晶片里面 那既然它是mac的话 就代表说 那我就跟你 做通讯 那它跟它 所以你送进来的资料 它这边会把它先buff起来 就每一个讯号进来的时候 它是先把它封包先收起来 然后再来决定 这个封包要往哪里去 要从哪个po出去 所以不一样 它是先把封包先store 先store 先要存起来 所以store以后 再来forward 一生年的frame 然后它会检查 竟然封包的macaddress 就是要检查 destination的macaddress 就这个封包到底要到哪一张网卡 然后它会选择信的 把它这个封包forward到某一个link去 正确的link出去 one or more 正确可能是送给一个 当然有可能送给好几个 送给好几个 这我们再来检查 那送的时候呢 用csma cd policle 也就是说 回到这里来 就是说 我现在假设有一个封包进来 我把它buff起来 那我检查之后发现是要到这边来 那我就要从这个pole丢出去 那你说这个pole丢出去 我这边一样 我这边有一个csma cd的mac 那我就用这个mac来这边做什么 第一个听听看嘛 就csma cd carrier sense 先听 idle我就送 busy我就等 的意思 busy就是 就是每一个封包 要送到每一个pole之前 都是跑csma cd 的 protocol 都是要先听听看 先听听看的意思 好 这个是它的最大的特色 好 那第二点就叫transparent transparent就是说 transparent就是透明的意思 透明 什么叫透明 就是说我们这个网路的设备 像这些电脑 都不需要知道你接了这个设备 你就可以直接跟对方通讯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的sumnet里面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说如果你要跟对方通讯的时候 你要先检查对方的IP跟你的IP 是不是在同一个sumnet 如果是代表你可以直接丢给他 如果不是 你一定要丢给你的default router default gateway 或者default router 所以你的电脑里面 一定有一个default router的IP 那目的就是说你在通讯的时候 一定先检查你想通讯的对象 跟你在不在同一个sumnet 那这个通信都是在同一个sumnet 因为它是layer2 所以它们都在同一个sumnet 所以都可以直接沟通 它直接可以丢给他 直接会不会丢给他 我们说那如果a要丢给c a一定要有c的macaddress 那我们上次接上说 那怎么会有macaddress 你有它的IP 你有它的mac 你用arp up 丢一个up的广播出来 那你丢广播的时候 就大家都会说到 因为广播的话 就全部都全部都出去 广播都出去 所以如果a要给cplan 那这个广播到这里来之后 它就会回回应 就是up 然后up reply 只有它的mac 然后把这个mac放到封包里面丢出来 然后就会送过来的意思 过程是这样子 待会会再解释一下 那transparent就是说 这个node本身不需要说 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个switch在这里面 怎么接 那我们这里看起来好像说 我这边只有一台 当然一台在很多组织 很多单位里面是不够的 所以它会串起来没有关系 都可以串 比如说一台接一台 一台接一台 可以接个十个八个switch 都串在一起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串在一起 因为你看你的规模 比如我的电脑可能不是 不是六台 不是六百台 六百台也可以 就是你switch port 够多 那可以把它串接 可以串接在一起 但所以 我们这些所有的host 通通不用知道 你这个到底有接几台 怎么接 transparent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我们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接上去 它就会work 它是叫做plug and play plug and play 就是说随差即用 这种switch本身 它很聪明 就是你只要接起来 网络就通了 不需要设定 不需要设定 那它会还会做一个 叫做self learning self learning 就是它会learn 它会学习说 哪些node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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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待会会解释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switch本身 它可以允许 我们叫做multiple simultaneous sternal transmission 就是多个node同时送 那我们刚才有介绍 所谓的hub 再review一下 hub本身 因为它实际上 这个线相当于是直接接起来 所以只要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node同时送 它就是collision 这个phone ball就没有用 好 switch本身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就相当于说 因为这里我有mac 有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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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网段 这是一个网段 这是一个网段 是独立的 所以我这边送 它会收 我这边送 它会收 所以根本不会collision 不会collision 所以大家都可以同时送 也就是这个六台 都可以同时送封包 因为都有一个 对应的mac 跟它做接收的动作 不会让这个讯号 就突然穿出去了 不会 因为它把它收起来 那现在手上都有 各有一个封包了 这边没一个po 各有一个封包 那他就来看 那这封包到底要到哪里去 封包要送给谁 要看封包上面的 destination 的mac address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个host 都有一个dedicate Direct connection 就是这个 专用的线路 接到交换机 专用 那这个线里面 通常都是 我们讲四对 双脚线 四对绑在一起 twist pair 然后有一条线是专门送 有一条线是专门收 相当于说 我跟这边的mac 我们是对应 那我有一条线送给它 它有一条线送给我 这个叫做full duplex full duplex 所以事实上没有collision 然后switch本身 会buff package 就是我送给它的 它会先把它存起来 然后再 帮我想办法转出去 我们待会介绍 好 那一身类的protocol use on each incoming link but no collisions 没有collision full duplex 这是非常好 第一个没有collision 因为他们都有专属的线路 没有collision 那full duplex 就是说我送给它的时候 它也可以送给我 因为各有一条专线 负责送跟收 也就是说 这边有人把封包丢给我的时候 我可以同时把封包丢出去 比如说他丢给我的时候 我也可以丢给他 因为各有一条线 叫full duplex 好 那我们接着看switching 就是封包怎么跑 那我们看 假设A要送给A' B要送给V' 他们都可以同时送 没有任何collision 因为A送给A'的封包 这个make会收起来 B送给V'的封包 这个make会收起来 那他们各收一个封包 然后他们会检查 这个封包要给谁 如果是要给A'的 他就把它转过来 要给V'的 他就把它转过来 就在那边先存起来 然后再交叉过去 所以他就不会有collision 不会有collision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看一些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叫做switch table 就跟routing table一样 router有一个叫routing table 我们也知道routing table 是靠routing protocol去建制的 不管我们接着什么IP OSPF BGP 那个都是为了建routing protocol 是给router第三层的时候要用的 那switch table呢 就是第二层的设备 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switch table 它里面就存着 make address make address 还有它的interface 到这个address的interface 比如说我这边可能会存一个表 比如说 A在port1 B在port2 C在port3 C'在port6 B'在port5 A'在port4 make address 它的界面 还有它的time stamp 就是它的时间 这个通常是300秒 就是一旦把这个表填上去 就是它有效期 一样是有效期300秒 5分钟了 5分钟之内如果没有更新 这个record 我就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switch怎么知道说 A'它是可以 经由port4到A' 那B'是经由port5 它怎么知道 这个就靠所谓的learning 它会自己学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一句话 刚刚没有特别说明的 这个 叫做save learning 这个switch本身它有这个能力 它可以知道哪个port 对不起 哪个host接在哪个port 靠什么呢 靠source ip sorry source make address source make 就是说 任何一个node 只要送一个封包 这个封包里面就带了 destination跟source 我再给先看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 现在呢 A送一个封包 它是要送给A' 这个有点显得不好 因为一般destination在前面 destination的make在前面 source make在后面 这个顺序不能倒过来 它这个画得有点刚好倒过来 source应该在后面 destination在前面 我们如果再看一下我们之前介绍这个 封包的格式 sorry 这个 destination make是在前面 所以封包收到的时候 前面48个bit 这是destination 你不能搞错位置 所以这个前面前面是destination ok 我们就先去改它了 就将错就错 也就是说 这个封包丢出来 我们假设source A 它要丢给A' 那这个封包 我们讲它就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table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一样 我们叫plug and play 这个机器一买来的时候 还没插电 那你一插电的时候 那个table就空白了 这就是我们的switching table 我们会记录它的make address 还有它接在第几个port 还有ttal 就是time to live 就是它的时间 有效期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封包 接到收到这个switch之后 那我会做learning 因为这个封包是A送的 它从port1送进来 A的封包从port1收进来 我去注意 A就是port1 port1 那我们现在假设 随便给它一个ttal是60 那标准里面是300秒 300秒 这就是任何一个note 只要送过一个封包 我这边就把它记起来 它从哪个port送进来的意思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这个封包 我要丢给其他的note 那丢给谁 丢给A' 因为我刚才讲 这是丢给A' A' 我一查表 没查到 没有查到 就是如果你要送的对象 它不在这个表里面 怎么办 查不到要往哪里去 那查不到就是广播 全部丢出去 它一定会打到它 虽然是有点浪费 但是它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这边 跑到后面来了 再一次 就是说 它丢一个封包过来 先做learning from destination address 对不起 如果接下来要找A' 那A' 因为这里找不到 unknown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 它就做flog 就全部把它广播出去 总会送到它那里去 你广播它一定会收到 当然其他的note也收到 其他的note收到就把它丢掉 就丢弃 就丢弃 浪费评宽 有点浪费评宽 不过至少我送到我的destination 好 这时候呢 假设 假设 A' 就回一个封包 回一个 注意好 回一个 那回一个的话 这是A'送的 所以我就把A' 那这个封包从Paul的4进来 我就记住A'从Paul的4进来 然后我这个封包是要回给A 可是A刚刚已经送过了 A刚刚已经在这里了 只要送过的 我就在这边有个记录 所以A'要给A的 我在这边 A在Paul的1 我找得到的 我就让它直接出去 就一个封包就好了 大概就这样子 我再看一次 就是说 如果我们封包 找不到destination 它是广播的意思 比如我送进来 我把他learning起来 送的人 A 他在Paul的1进来 那我找不到destination 因为到A' 我这里面还没有 我就广播 广播 之后 接下来A' 回一个信 回一封 回一封来讲 我一样做learning 就每一个封包进来 我一定做两件事情 一个forwarding 一个learning 每一个封包进来 都做两件事 第一个learning 第二个forwarding 要转送跟学习 那学习就是学说 从哪个Paul进来 就把它记录下来 要转送就要看 你找不找得到destination 找得到它在哪个Paul 就送到哪个Paul 找不到就广播 所以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像这个找得到嘛 我们就叫selective send 好 这就是他的这个演算法 OK 就是刚刚讲的learn switch 他会learn which hold can be reached through which interface 就是他从哪个Paul进来 就把它记在 哪个Paul的interface 把它记下来的意思 这是他的演算法 这演算法 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会把 每一个送封包的host 他从哪个Paul进来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index 这个switch table 用它的makeaddress 来做index 就是这查表 那如果说entries有fun 或disney有找到 就把它从那个Paul送出去 就把它送出去 那如果说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送跟收如果在同一边 送跟收在同一边 那我们这个封包就要把它丢掉 这个叫做filter 我们这个例子好像没有 没有这么复杂的 这样我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假设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条线 我们比如说 我们这边假设 另外有一个hub 这边还有接一个 再接一台 有一个hub再接一台 假设是 这个叫abc 假设叫d在这里 d在这里 然后接过来 一个hub接起来 好 那a假设送给b a送给b 所以a一开始就这样送过来 那因为d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他就 他就反正就广播 不知道这广播 好 那假设后来d也送一个封包 从这边进来 d也送一个封包进来 那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这边就会记录着说 一样h a先送一个h a会被记录嘛 那假设d也送一个 d也送一个hub d也是会在one 就是这个封包从哪个po进来 就记录成哪个po 好假设a d都是e e在这里 接这样子hub d也是e 那接下来假设a送给d 那a送给d 我们会发现说 a的封包从po的one进来 他要送给d 那d也在po的one d在po的one 就是说从这个po进来 那他要的对象也在这个po 就代表他们在同一边嘛 同一区也可以这么讲 他在同一区代表说 那他送的他就已经会收到了 那这个封包你就不用再甩送了 因为他们送跟收 他们都是在属于同一区 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收到的 不用你帮他转的意思 那这个就没有必要转 就是这个 sorry 这个演算法 就是destination on segment from which friend arrived 就是封包到达的这个segment 也就是destination的segment 就是destination跟source 他们都在同一个往断的意思 那代表他们在同一区 他们直接就会收到了 不用你转他就会收到 那就不要转 所以我们这个drop 代表说把它filter 就把它滤掉 要不然就要把它转 要不然就要把它转 这就是刚刚有介绍过的这个learning的例子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有可能会有很多switch连起来 因为一个单位它可能有很多电脑 那一台交换机可能不够 像这个case也常看到 就是我们一个单位里面有这些电脑 那我们用四个交换机把它串起来 那四个交换机是这样子贴起来的 这也是个例子 那我们的question就是说 那我们假设从a送一个封包给g a送给g 那路线在这里 a送给g a送给g 好 那我们说 那s1怎么知道 它要forward forward这个frame 是给s4 跟s3 a要送给g 所以一样 一开始假设a送给g的时候 a送给g 这个封包一定在这里 一开始 因为一开始这些都是空白 每一个都有一个switching table 可是一开始全都是空白 所以根本不知道谁在哪里 所以a送给g 第一个封包因为不知道哪里 所以他会丢到这里 他会丢到这里 会丢到这里 广播 他会广播 他收到就丢掉 他收到就丢掉 因为不是给他了 不是给他就丢掉 那这个收到之后呢 一样 他也没有 他的table也是空白 所以他就送到这里 送到这里 他收到这里之后 他也看不懂 所以他就丢给他 丢给他 那他也丢给他 丢给他 丢给他 所以他是这样子被广播 广播广播 广播 收到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网络上班会有比较多的广播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destination在哪里 可是注意到 当这个封包 这里被广播一次 被广播一次 被广播一次的时候 这三个各做了一个learning的动作 一个封包进来 会做两个动作 一个转送 一个学习 两个 所以他learn 就是认到a在po的这个po 这个封包从这边进来 他就会认到a在这个po 因为这个封包上面记录着a跟g 这两个address 一个disinate 一个source 他既然有记录着 这个封包的source是a 所以这个封包进到这里 他就learn起来 他这个交换机learn到a在这个po 这个交换机说a在这个po 这个交换机说a在这个po 所以当g 因为a送给g 通常g会回一个给a 通常 g回给a的时候 他就知道a在这个po 所以这个封包机会到这里 他突然说a在这个po 他就把他转过来 他说a在这个po 他就把他转过来 所以去的时候是floating 广播 可是回来的时候 就是按照正常的路线送回来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你可以把很多交换机都串起来 没有关系 他们会各自去学 所有经过他的封包 每一个封包经过交换机 他都会去做一个学的动作 那他们的table 这四个table会不会一样 no 答案是不会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在做这个table的学习的时候 是要看你多少封包经过他 多少封包经过 不是每个封包都会经过每一个交换机 比如说我假设送给他 送给他 几个例子 假设a送给b 第一个封包a丢进来的时候 因为也不知道b在哪里 所以这个封包会广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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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听到a丢给b的 直到大家都丢掉b收起来 同时他的learning a在这里 a在这里 这时候b回给a b回给a 他就知道a在这里了 所以他就直接这样过来就好 那b回的时候他就要学b在这里 就任何一个封包送过一次他就会被学起来 可是被学起来是被这个封包经过的交换机学起来 这个封包像b给a是走这里 走这里 这样子而已 那这三个b的封包根本没有经过他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他还是没学到 还是没学到 只有他学到而已 好 接着我们下一个 就是f 他要丢给b 他丢到这里来 不知道在哪里 用广播 广播 这个b他知道他就进来 知道的就是单独送给他 不知道的就广播 他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把很多交换机 把它串得更大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假设c送个frame给i i回一个frame给c c在这边 c送给i 来在这里 这样子 送到这边来 所以c送的时候就这样子送 对不起 c送的时候就是广播 广播 广播广播 但是c在这里 c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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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po进来就学在哪个po 那i回给c的时候就走这样 这样 这样 所以这样来回一趟 就是c送给i 跟i回给c的时候 他们的table长什么样子 各位就要去了解 他的table长什么样 对他来讲 c过去了 i回来了 所以他的table有两个 一个c在这个po i在这个po 对他来讲 c的风包从这边过去 i的风包从这边过来 所以他一样有两个 c在这个po i在这个po 对他来讲 c的风包当时也有广播 广播过来 那i的风包这样过去 所以c在这个po i在这个po 那对他们来讲 注意 对这个s2来讲 c的风包是这样子广播进来 那i的风包呢 没有下来 i的风包是这样过来 所以他只认到c在这个po 从这个po进来 i呢 他没有认到 因为i的风包没有经过他 因为i的风包在毁的时候 并没有走广播 而是直接就过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没有学到 也就是这些table 是会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 正常的一个企业 一个公司 他到底网络是怎么接的 我们就从router开始 一般一个公司 他都会把一个router 那这个蓝色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sumnet 我们叫IPsumnet 那我们可能会把一些switch 会把我们公司的mail server webserver 这种server在这边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企业的网络架构 一个router 后面接交换机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叫一个IPsumnet 也叫一个brocast domain brocast domain 注意到 也叫这个brocast domain brocast domain的定义就是说 在这里面任何一个node 它丢一个brocast封包 brocast封包 就是那个48个bit的decination 全部都是1 就我们在Ethernet的封包 48个bit的destination 全部都给它填1 就是代表广播 你丢一个这种广播的时候 就全部都会送 全部都到 全部都收得到 就是一个IPsumnet 就是我们的叫等于 一个叫brocast domain 这里面任何一个电脑 送一个brocast封包 所有这个蓝色的 每一台电脑都收得到 那我们说 那刚才这些交换机 不是有做所谓的switch table 风包进来的时候 它要查表 查不到才往外丢 查不到就广播 查得到就专送 那如果你送的 designate是一个brocast brocast brocast就是 任何一个brocast 你也不用查 直接全部广播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特定 就是如果是广播的风包 他们就不用查了 直接就全部给它广播 所以你在这上面可以很容易 比如说你想捣个蛋 做点什么事 你就一直丢广播 你一直丢广播 你看他们都很忙 因为一直收到那个广播的风包 他会一直把它丢掉丢掉丢掉 不过可能你一直丢 他就一直处理 一次处理 一次处理 你就可能这个人把它 我们叫deny of service 他可能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就处理你的风包就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去写一个程式 就不断的丢风包 而且都是送广播 就是Mac都是48个e 然后这个网络 全部都非常非常忙 都在送你的广播风包 因为一进就啪就过去 这个也是攻击 也是一种攻击 如果你不太爽 你就把它打挂掉 很多交换器就挂了 就挂 因为他会做learning 我们知道他会做learning 就是他有一个表 这个表里面会做一个learning的动作 learning是learning什么 learning的souls 对不对 souls 你如果再厉害一点 你丢去这个风包 那个souls 那个可以用random 断述 souls 应该填你一个网卡的位置 以示负责 但是你可以填random 就是你打出去的时候给它学习 它就记下来 对不对 那个表 这是攻击的手法 当然你知道也没关系 就这个表通常有一个size 这size通常交换器 这交换器 我刚才不太有个晶片吗 这个晶片通常它会有这个size 这个size通常是8k 8k个entry 就8k 因为他想说一个区域网路有8千台电脑 要学就已经很多了 所以通常不会做很大 就8千 8k 8千个 8千个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送的风包 比较random 本身的 就是我每次丢出去那个souls 都用假的 8千次以后那个表就满了 满了就满了 那满了那些都是乱数 所以以后任何人送风包进来 那个destination都查不到 因为都被你假的盖掉了 那查不到会怎样 就会广播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想窃听的话 你就把它塞爆掉以后 所有人风包进来你都会收得到 因为它一定会广播 懂我意思吗 它一定会广播 所以你厉害一点全部把它塞爆掉 所以以后任何人送的风包 你都会收进来 就是所谓的窃听 所以你只要很快打亮秒钟 把它塞爆掉 等一下风包就一个一个就流进来了 任何人送都流进来 因为table都是你的table 都是找不到 因为那都是乱数 它自己是什么flooding 叫Mag Table Overflow的flooding的攻击 所以你只要打一些风包进去 怎么全部都收进来了 就安全的问题也是有 你要可以去试也可以 不要说我讲了就好 我们之前有行全身做实验 就这不管是哪一个牌子的交换机 Cisco, Acton, D-Link 我打一下就再见了 我就真的听得到 我就全部都流进来了 如果再打多一点 这个router就挂掉 因为它有个table size 你这个风包很大量很大量 一直冲进来 它也来不及处理 那这个router 如果不是很强的router 它也会被你灌爆掉 就是它会挂掉 很多设计上都想说 这个user通常都是很规矩的 所以它table的设计 所以有时候没有想到那么细 所以很容易找到这些漏洞 可以把它做一些institute 不是就是你要窃听 就把那个表把它塞满 任何一个风包进来 找不到destination 它就会广播 它就会过来 就是把它吸过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switch跟router的差别 我们知道switch是layer2 layer2 那它们都是store and forward的device 就是什么叫store and forward 就是风包一定要先收进来 收进来 处理完以后再转出去 收进来 叫store 收完 就风包要收完 那收完之后 在处理上面 在处理风包上面的header 只是不同的是说router 它会处理IP 就是IP header 那switch会处理 makeaddress makeaddress 就插在这里 我们讲router本身是layer2 layer device 它会检查 layer2 layer的header 主要是处理IP header 就是IPaddress的处理 或者转风包 送风包 是根据IPaddress 那switch本身是linked layer的device 所以它处理风包 是根据makeaddress 就48个bit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router本身会maintain routingtable routingtable 是靠routingprotocol 我们刚介绍IP OSPF BGP 它会implement这个routing的algorithm 照routingtable switch本身maintainswitchtable switchtable 有什么protocol呢 它没有 我们讲这个routingtable 有IP OSPF BGP 那switchtable有什么protocol 来让它table建起来呢 没有 它靠self-learning 自己学 就风包进来就学 风包进来就学 就是靠learning algorithm 它是靠这个 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router是三层的设备 所以风包进来的时候 会进到这一层 进到这一层 这边就是处理IP 然后查表 决定要从哪里去 再把它丢下去 那switch本身 一般也叫bridge 或switch bridge是早期的设备 叫做桥接器 switch后来是比较先进 叫做交换器 早期的话 bridge switch 是相同的意思 那它只是layer2 就是风包进来 处理到这里 只看Mac 它不看IP 注意 这个设备 只看Mac address 不看IP 那router本身要看到IP 可是看IP之前 它要先处理Mac 至少说你是丢给这个router的 router才会收 所以丢给router的 所以router本身也是一个broadcast的防火墙 刚刚提到 我这边如果送一个广播broadcast 它就会到处冲 也会冲到这里 广播的风包也会冲到这里 但是router绝对不可以让广播的风包过去 你让广播的一过去就再见 那是internet 对不对 这边就是internet 你如果让你广播就可以冲到internet去 那还得了 你就可以把世界打挂了 不会 所以你的广播 你只能把 比如说世界打挂 你过不了router 因为router只收丢给它的风包 广播的风包到这里 它会收起来 但是会把你丢掉 收起来 除非是它要做的事情 不然它会把它丢掉 而且这个风包不会过去 刚刚讲router本身它没有三层 所以你如果是 刚刚讲 如果第一个 如果你要通信对象是在外面 刚刚讲 首先你要通信对象外面 你就要丢给你的default router 你的default router就是这一台 所以你就丢给它 那你丢给它就要这个网卡的位置 一样要它的网卡位置 一样你用up去问到它的网卡位置 它给你网卡位置 然后风包丢给它 所以这个网卡是真正的收起来 是给它的 收起来之后它才处理IP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 就是说它这个网卡 先把风包收起来 确定是给它的 而且风包是正确的 错误的要丢掉 正确了 才丢给它 要处理IP 所以一层一层往上送 而且router只收丢给它的风包 所以你刚刚讲 我刚刚讲那个广播的 那些不正常的 它都会把它滤掉 所以router也是一个很好的 类似一个防火墙的味道 不要让随便的风包 就穿透过去 随便穿透过去 这边就是Internet 那这很恐怖 随便冲出去的话 这个整个Internet世界就完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PPP PPP叫Point-to-Point Protocol 那这个叫Point-to-Point的DataLink 就是说Point-to-Point 这个字就很清楚 就是它就是点对点 这个网路很单纯 它就是两点 就两个端点 两个端点 这样接起来 那只有一个sender 一个receiver 就一边 各站一边 那一个link 一条线 那它比我们讲Blockets Link 还简单 因为它就一条线 把两端接起来 所以它第一个它没有medium 而只是control 好像不需要听 也不需要什么control 因为这几乎都是专属的线路 一个link把两边接起来 你随时就送就是了 要送就可以送 因为没有人跟你抢 没有跟你抢 所以没有Mac Erdress 没有Mac protocol 那也不需要Mac Erdress 就是我们风包丢出来 为什么要Mac 因为很多人听得到 所以我可能说 这个风包是谁送 要送给谁 因为大家都听得到 那以这个case来讲 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link 只有两根路 我送就是你送 你送就是我说 所以根本就不要Erdress 因为直接就结在一起了 比如说Dial of Link 隔离家里面早期的 波接网路 ISDN的限度都是这样的 比较有名的point point protocol 就虽然我们是点对点 我风包丢过去 我也要Protocol 还是要Protocol 不然我丢过去 第一个我格式长什么样子 你怎么知道 我第一个by 第二个by 第三个by 第四个by 哪一个by 代表什么意义 你总要看得懂 所以第一个还是要格式 Pormat还是要出来 Pormat还是要出来 比较有名的Protocol Protocol SDLC 其实因为早期 叫High Level 其实就是Layer 2而已 因为早期 早期来讲就算 比较High Level 那我们这里会介绍 就是所谓的PPP 这Point Point Protocol 它是RFC 1557 1557这个标准里面制定的 首先它要做的事情一样 Pocket Framing 红包 要先把它做出来 所以一样 它把Network Layer的Datagram 把它做Encapsulation 把它打包 一样 就好像照Ethernet一样 Ethernet要照Ethernet的封包 我们知道Ethernet的封包 是Designation Mac Source Mac 然后你的Type 然后你的Data 后面有Check Sound 这是Ethernet的封包 我们刚刚有看过 PPP本身它也有它的封包 格式 它的格式是不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这是它的格式 在PPP丢封包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资料 我的DataGram在这里 你看我没有Make Address 没有Address 但是我有一个Flag 这个代表说封包开始 这个代表封包结束 一个前面一个后面 所以我没有长度 所以你不知道我的封包有多长 因为我有特别的Flag 就是这个地方代表封包开始 这个地方代表封包结束 就是看到这个配的 六个一 六个连续的一 然后前后个一个零 这个就是我的Pater 代表封包开始 封包结束 所以我很简单 我没有长度 我没有告诉你多长 而且这个长度是可以变化的 只是我靠 开始跟结束 来控制这个封包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它要做封包的准备 我们叫Pocket Framing 那它是Bit Transparency 就是它可以Carry任何的Bit Patent 在Data Fill里面 这个就有一个比较有趣 你看我们刚刚说 这个特殊的Pater 代表开头 同时也代表结束 就开始跟结束一样 那我们后面是Data 中间是一大串的Data Data里面如果出现这种Pater 这些怎么办 你会不会你就误判 说结束了 提早结束 就是说Data里面 也有可能出现 这个 就是一个buy而已 你的Data里面 也有可能出现 这一个buy 就这个Flag 可能出现在这个里面 怎么办 这个要解决 这我们下次会再继续讲 这个叫Bit Transparency 就是我们可以Carry 任何Bit Patent 在我们的资料里面 包含 包含 刚刚讲那个Pater Flag也有可能出现在Data 但是我们有个方法 可以辨识出来 那我要做Aerror Detection 就是说 因为传输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被干扰 可能会错掉 我要有能力做Aerror Detection 但是我不要做Correction 我不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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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更正 但是我要知道有错 我要知道说Connection 是我们讲Libness 就是Connection是不是还存在 我要Detect Signal Link Failure 我要有方法真正说 这个Link现在比如说断线 没有讯号 没有讯号 没有讯号我要知道 这是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要知道 Network Layer的Address Negotiation 就是双方可以来协商说 那我们第三层的Address 是要什么Address 第三层 比如说IP 我们就 我们用IP 是用IP 是用 因为第三层不是只有IP 它可以有IP IPX 可以不同的Address 它们之间可以做这个所谓的Compute 可以做设定 就网路这一层的位置 它们可以互相的做设定 可以 是有不同的 不见得是IP而已 那有一些是PPP它不想要做的 刚刚有提到 第一个 No Error Correction 跟Recovery 如果说风包有错误的话 传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干扰 风包错误 那就错误 就不要做Correction 因为要做Correction 就要加很多Data 我们讲 你要Correction的能力越强 你资料重复性要越大 浪费一点评观 因为我们只是做Point to Point 就是一条线的两端 错掉我可能 顶多以后想办法从上层重送 我就不需要做Correction 第二个不要做Flow Control 这个为了减E它的复杂度 所以不做Flow Control 那如果是Outward Order 就是顺序不对了 它也OK Outward Order Delivery 是允许的 那也没有必要去Support Multipoint的Link 没有 Multipoint的意思是说 一条线接了很多台电脑 很多台在这个Link上面 很多人接在上面 也不需要 它只要支援两个 因为它是Point to Point PP 点对点而已 所以有关Air Recovery Flow Control Data Reordering 这些所有这些问题 都交给Higher Layer 更高一层去做 如果你需要的话 比如说TCP 上面如果跑TCP 它会做Flow Control 它会做Reordering 等等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交给上层去做 那在PPP这一层不做的意思 那这是它的Frame 前面有个Flag 叫Delimiter 就是辨识或者区隔 这个地方 这个 那Address Address没有做了 没有什么用 我们不需要Address 因为我就跟你直接接在一起 我送你就收得到了 Control 也不需要做什么Control 因为我丢给你你就收到了 所以这个都是特定的值 但是没有特别的意义 就保留 保留的意思 那Protocol 就这个地方 你上层到底跑什么 这个Protocol是记得说 你后面这些 就是那个Information 这个后面 攜带的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IP 可能是IPCP 或者PP 这不同的Protocol 就是不同的Protocol 都可以用PP 送给对方的意思 也可能是送IP的封包 那也许不是IP的封包 这边记下来说你是IP 就每一个Protocol 都有一个代号 这个上面记录的就是 你这个封包里面 攜带的到底是哪一个Protocol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中间就是Information 后面就是CheckSum CRC32 或者CRC16 就两个By或四个By CRC16就两个By CRC32就是四个By 这个就是整个封包PPP的格式 那下一次我们再来介绍 叫做By Star Frame 就刚刚提到 Data Transparency 就是万一你的Data 也出现这个Pattern的时候 你怎么去辨别说 这个不是结束 因为这个Flag 跟结束是长得一模一样 万一这边出现这个Flag 你就把它停了 就没收完 你怎么辨别Data里面 出现这样的Data出来 那这个有一个技巧 叫By Star Frame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等下一次 再介绍